原标题,环太军演进尾声,才发现一直被一神秘军舰全成为官,美,来自中国由美国主导,26个国家参与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已经接近尾声, 此次军演由于缺少中国的参加,关注度相比于往年下降不少,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学习此次海上军演,在环太军演进行过程中,中国海军在美国夏威夷附近也来了次自由航行,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近日报道着,在环太军演如火如荼的进行期间,有一艘中国军舰一直潜伏在美国夏威夷海岸附近全程外观, 不过,由于该中国军舰一直在距离下唯一海岸12公里的攻海活动,在该海域任何国家的船只都可以自由航行,所以美军根本没有权利去将中国军舰驱离,实际上更令美军抓狂的是, 美侦查设备由于受到该中国军舰的电子干扫,根本无法确定我国军舰的具体位置,此次参加环太军演的智利海军准将向美媒抱怨着,如此大规模的军演却被一个外来军舰全程围观,而美国竟然连对方的位置都找不到, 更滑稽的是该军舰,直至现在还在夏威夷海岸附届活动,对于中国这艘神秘军舰,虽然近在咫尺的美军都无法确定其型号, 但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,极有可能是我国的一艘北极星级情报侦察船, 北极星级情报侦察船是目前中国海军的主力侦察船, 北极星号作为第一艘北极星级情报侦察船,在1999年服, 一直后一直搭配着电子信号情报的监听和分析任务, 虽为侦察船,却有着6000多的排水量, 还搭下有26座机关套,以及直升飞机等武器, 紧接着,一大笔升级版的北极星级情报侦察船先后服役, 包括性能更为强大的852号海王星,853号天王星, 854号天王星以及855号天刚星,在近些年, 这些电子侦察船,在外执行侦察任务过程中, 获得了大量的宝贵情报,因为还为我国的海洋领土安全立下了哈马功劳, 以比制刀还施比身,一直以来,美军总是以自由航行, 为这口肆意航行,如今中国海军来到夏威夷12海里外自由航行, 也并未违反国际法,纵然美国有一万个不情愿, 也只能是亚发之黄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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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